在这春光和煦的日子里 东北大学入学仪式在仙台市体育馆举行 本年度的入学人数 学部学生2594名 大学院学生2402名 共计迎来了4996名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新生 在东北大学交响乐团演奏完 埃尔加作曲的《威风堂堂》之后 平成27年度的入学仪式正式开始 首先介绍了校长、校方负责人 以及各部所负责人 随后李建校长向新生们送上了注词 在注词中 李建校长期待新生们 不仅能够学习掌握 面向新发现、新发明 以及科学技术开发所需要的知识 还能够综合全面地结合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矛盾 创造出持续可能的安定秩序 所需要的知识 此外 李建校长还提及有关 以全球化人才的培养 和大学的国际化为目标的各式各样的援助计划的扩充 希望新生们及早赴海外学习磨练 为将来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打好基础 随后由新生代表致词 在东北大学男生合唱团与混声合唱团演唱的东北大学学生歌 清夜摇曳在路傲的歌声中 入学仪式圆满结束 在介绍完校友歌《绿枝秋后》举行的新生入校教育指导会上 安藤教授针对东北大学的教育 小田中教授针对东北大学的校园生活 分别进行了指导说明 之后由本校校友KDDI有限公司董事长 小野四正先生进行了纪念讲演 最后东北大学啦啦队 为新生们送上了热情的助威歌和助威声援 宜事结束后 会场外面随处可见新生们笑容满面 拍照留念 此外还有各种学生社团热闹的宣传活动 新生们即将开始他们那充满梦想与希望的校园生活